身边 Hi everyone,欢迎收听 Galiel音乐 我是Kennigy 那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 中秋节快乐啦 中秋廉假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现在是中秋节的 当天在录这个podcast 我今天没有烤肉 但是我刚买了 快要200块的烧烤 回来吃跟那个咸酥鸡 非常的饱 我有点太高估了 自己我留了一堆 就是没有吃完 那还是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在家里烤肉啊 还是你们有出去玩的啊 都要小心身体 然后要注意安全好不好 然后那就马上开始 今天的这一集podcast 这一次呢 我想要继续来介绍 最后一个奖项了 第31届金曲奖 这一次我想要介绍到的奖项 就是最后一个啦 最佳新人奖 最佳新人奖呢 这一次入围了七位 非常优秀的乐坛新鞋们 然后其实我也是到 入围名单出来之后 我才发现 哇 就是原来 他们都是去年才发行首张专辑哦 因为有 应该有一半左右的歌手 就是 他们已经在网路上发迹好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 他们已经出到很久了 只是没有想到说 原来他们才 都是去年才 发行首张专辑 才能够入围 这一次的最佳新人奖 我觉得很多 这七组歌手们 应该有一半 你们大家都也不陌生了啦 那 真的很开心 他们终于在去年的时候 发行了自己的个人的 完整的整张专辑 然后来入围这一次的新人奖 那这一次呢 真的是 大家除了说什么男歌手 女歌手 是什么死亡之组啊 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新人奖 也是死亡之组 就是我 查完资料跟听完他们所有的音乐之后呢 真的是天哪 怎么会大家都这么会唱 然后这么会写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是 这七位新人 全部都是自己创作的 创作歌手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 创作自己的专辑 然后自己写自己的歌的词曲啊 这样子 所以 是不是新人奖 现在已经有多了一个 就是多了一个规定 就是说 必须得会自己创作 才能有机会入围新人奖 这样子 全部耶 真的是全部都是自己 会创作的创作歌手耶 那我们就 马上来进入 第一位入围新人奖的歌手 好吧 第一位入围新人奖歌手呢 来自 9M88 那这一张专辑呢 是他去年发行的平庸之上 其实9M88 他的本名叫做汤玉琪啦 那他其实受到蛮多曲风的影响 那主要还是以R&B啊 New Soul跟Jazz 这样子 Hip Hop啊 Pop的这种曲风的影响 然后导致 不是导致啊 就是让他这一整张专辑的走向 都是比较偏爵士啊 R&B的风格 然后 其实9M88 在一开始被大家认识的时候 是在2016年的年底 跟利尔王所合唱的一首单曲 叫做《陪你过假日》 然后一直到2017年的时候 又在网络上发布了 《九头生日奈》 就是以这两首歌曲 算是他的 算是成名作嘛 就是让大家知道 有9M88这一位新人这样子 那9M88的这个名字 由来也是蛮可爱的 就是9M这两个字呢 是他的英文名字 就叫做Joanne 就是J-O-A-N-E 这个英文名字 那88呢 是他的国中学号 所以就把9M跟88合起来 就变9M88啦 那我觉得是蛮可爱的 而且 不是很好记吗 就9M88 9M88 9M88 是蛮很好 留下一个记忆点 让大家记得这位歌手 那我觉得第二个记忆点 也是来自于他整个人的 形象风格是非常鲜明 然后有特色的 就是他除了歌声是很 爵士风 然后很R&B风格 会让大家 听起来非常酥麻 会让大家非常想要在下午茶的时候 来聆听他的音乐的这种风格之外呢 他9M88整个人的穿着打扮啊 也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突兀的融合 就是说 他的穿着其实是非常的 潜味跟现代的 但是 他的头发 或者是他的整个造型 又是非常怀旧复古的 就是 他的身上 融合了最时代潮流的元素在里面 也融合了很复古的元素在里面 他其实应该是要很突兀的 让大家看起来很 很怪的 但是很酷的是 就是在9M88身上出现这两件事情是 好像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然后 但是因为风格太过强烈跟明显 也让大家留下了非常大的记忆点 就是 除了歌声跟他的音乐曲风之外 我觉得他整个人的形象特色 也是让大家 可以马上记住这个人的原因之一啦 那这一次呢 他的这一张平庸之上 不只让他入围了最佳新人奖 那里面有一首歌曲呢 叫做最高品质静悄悄 同时也入围了年度歌曲奖 跟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也就是杜正熙 入围了这一次的最佳单曲制作人奖 因为最高品质静悄悄这首歌的关系 那这一张专辑呢 我蛮推荐的歌曲就是平庸之上跟除鱼恋人 我必须得说这真的是很灵魂 很灵魂的歌曲 很像在国外的草坪上面的音乐节会听到的歌 你知道吗 很适合就是 哪一个红酒跟着绿洞一起这样子听下去喝下去的感觉 所以而且他的呼声也是算蛮高的 九云八八这一次 我有看到那个KKBOX的歌迷网友的票选啦 九云八八跟高尔宣真的是 不相上下的在人气方面找出这一次的最佳新人奖 那到时候讲如果谁家还不知道 但是九云八八我算是 我自己觉得啦 他应该是之后整个华语乐坛里面 很不可或缺的一个音乐特色在那边 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在 就是除了新人以外 他的音乐特色 目前我自己觉得他已经在乐坛上面 拿下了 也不是说拿下 就是占了一个蛮 蛮特别 然后蛮重要的一个点 一个地位在那边 就是很多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是 非常喜欢九云八八的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 否定他这种人气 然后否定他音乐带来 这么多歌迷喜欢的这个事实 没错 就是这样子 所以第一位歌手呢 入围今年金曲奖这家新人奖的 就是来自九云八八 那第二位入围新人奖的呢 这个是一个演唱组合 这个组合来自JAD J-A-D-E JAD 那这张专辑呢 叫做NEMO 没错就是那个海底总动员的那个NEMO 那JAD呢 这个演唱组合 是由主唱间吉他手 都都以及鼓手AJ 所组成的一个双人的组合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比较认识 都都的原因是因为 如果大家有在追独立乐团的话 最歌乐团的吉他手就是都都 那他们之后就来跟AJ一起组合成了这个JAD的演唱组合这样子 那这张专辑的歌曲呢 其实就是主要由吉他手都都就是主唱啦 主唱都都来做创作 从编曲到作曲啊 基本上都是由他一手包办这样子 都都在受访的时候有说啦 他就说 通常词曲跟编曲可以大致上做好 然后让AJ去融入鼓的部分 然后再来完完整整的呃 呃完完整整的创作出一首歌这样子 就他们的生产线基本上是长这样 那这一张专辑叫做Nemo 主要就是在讲说 他有限定性别 就是在讲一个男 男性的这个角色 从20岁到30岁之间的一个男生年轻小伙子 10年内呢 从精力充沛到自我怀疑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这张专辑呢 算是融入了都都这30年来所遇到的 比较是负面的 或是看到比较不公的地方 然后让他记录下来 成册的一张完整的专辑 所以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新篇章 新主题啦 那都都里面有解释到说 玻璃屋啊 就是这一张专辑里面有首歌叫做玻璃屋 其实指的就是鱼缸 那Nemo就很明显就是鱼缸里面的鱼 那我们呢都像是鱼缸里面的小鱼啊 那四族呢 就是喂养这只鱼的人 就是我们的长辈们 反正就是养育你的人 就是每天喂你吃最好的啊 最高级的饲料啊 但是却没有想到说 怎样对我们来说 就是对鱼来说 是最好的东西 那在这种就是无为不至的照顾下 我们可能早已迷失自我 或是没有自主意识的这种感觉 就是沉溺在安逸的鱼缸生活当中 你会觉得你一直都与外面的世界有所连结 但是你会发现你 无论怎么往前冲往后 就是不管你往什么样子的方向走 你都会是碰壁的 就是有一个无形的墙 卡在那个地方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整张专辑的概念是非常好的 就是他们的Jade的这一 Jade因为他被平 应该说他被怎么讲 他被 大家有听到放烟火的声音话 就是大家在进入中秋节 我一直想说我要等烟火过去 再好好的来 来继续我的Podcast 还是 就直接讲下去 因为我一直听到 咚咚咚咚 蹦蹦蹦的 蹦蹦蹦的声音 其实会打扰我啦 但是好算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沉浸在这种 欢乐的佳节气氛当中 把这一次的Podcast都录完好了 就是说这一张专辑呢 我觉得Jade的音乐曲风是比较摇滚的 那他也被很多 像是被评定为说 他们是另类摇滚 因为你会听 你听完他的专辑或是听完他的Jade的歌曲之后 你会觉得 就是他应该要放在什么样子的摇滚音乐里面呢 他好像也不是纯摇滚 但他也不是R&B 他也不是抒情 就是他的曲风是非常多元 然后 但是你主要听得出来 他好像就是在摇滚乐里面的范畴当中 你知道吗 所以他被评定为就是说Jade的这个团体就是另类摇滚的男子双人组合 那我觉得其实另类摇滚也是蛮贴切的来就是你没有办法定义出Jade的他们整个音乐曲风想要展现出什么样子的风格出来 但是他就是很多元性很融入很融合这种感觉 所以主要他的专辑是还是偏向摇滚为主 但是却取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称叫做Nemo 是一个反差很大的 然后专辑概念性也很强 我必须得说这是我七组里面最喜欢最喜欢的一组 虽然他是没有归在第二个就是要介绍的歌曲里面 而介绍的组合里面 但是我已经很想说我就是私心的觉得他会拿掉这一次的最佳新人奖 他们的歌真的太好听了 就是我这边很推荐的歌曲是塞跟森林人这两首歌曲 大家一定要去听真的是拜托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团就是他们的组合 整个曲 好了我也不要多说这么多好了 我就多说只会显得我非常的偏淡他们 还是留给大家去搜寻一下他们的歌曲 好好的去欣赏一下他们的歌 第二位入围的歌手呢 就是来自双人的演唱组合叫做Jed 那主要是由主唱兼其他首的嘟嘟 以及鼓手AJ所组合的团体叫做Jed 那Jed呢其实是玉的意思啦 就是那个宝玉有没有 我觉得他们也是想说因为嘟嘟是D嘛 然后AJ有J所以刚好就是取名为Jed 然后他们其实也是算是一块蒲玉啦 然后慢慢的淬烈慢慢的变化 变成一个非常漂亮非常精致 然后很美的一块玉石这样子 第二位歌手呢就是来自Jed 那第三位要介绍到的歌手呢 来自的是高尔轩 这张专辑叫做Hashtag Awesome Rap 那高尔轩呢其实他 我觉得还需要介绍到他这么多嘛 大家应该很认识他了吧 就是他的呼声跟九云八八是最高的 只有两个就是部分宣誌在那边比人气 那其实现在才23岁的高尔轩呢 我觉得很难能可贵的地方是 他其实在前几年 就是他差不多高三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决定出国留学的那个时候 才开始大量的累积他的作品 那这张专辑呢也是大部分的歌曲啊 都是他在美国那段时间 所写出来的歌 那这张专辑的名称 我刚刚讲过到 讲到的Hashtag Awesome Rap 就是他在那时候美国创作的时候呢 他会把他创作好的歌曲上传到网路上 那每一个作品后面一定都会有一个标记的标签 就是Hashtag Awesome Rap 也就是说这是属于高尔轩的作品 属于高尔轩的饶舌 我觉得有时候创作灵感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当我们长时间的自己与自己独处的时候 那常常就会爆发出很多你这种 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会发生 那我就会让高尔轩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 他有一天的作品居然会被谢和弦所分享 然后造成非常大的回响 那甚而呢正式开启了他在华语乐坛的道路这样子 我觉得一切都是很明明之中注定的啊 就是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机遇 他如果没有去美国 他如果没有下令决心 着手把自己的心情写下来 用音符来表达 那他如果没有遇到 桃山老师 甚至是没有接受桃山老师的邀请的话 那我们可能也不会看到现在这种 真的是正式进入乐坛新生代的 柔情饶舌可以听 来自高尔轩 那这段专辑呢 其实我蛮想要介绍的歌曲就是 Runaway跟Be Alright 这样子 我觉得 我其实介绍他的部分真的是蛮少的 因为 怎么讲 不是说不喜欢他的歌 我真的很喜欢他的歌 尤其是Without You 非常非常的洗脑 就是我现在连早上去健身 听的歌也都是Without You 就是应该说把他的饶舌的歌词 跟着节奏完美的 就是完整的唱出来是一件 很爽的事情啦 但是 因为他的他的整个 大家所认识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你知道人红是非多吗 就是我们最近可能 比较常得知高尔轩的消息 都是一些比较负面的啊 比较不好的一些新闻 但是我是觉得说 人让我们纯粹看他的音乐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否定掉 他音乐上所展现出来 这么有能量 这么有 就是这么好的作品 我们没有办法去否定他 这个样子 就是纯粹看他的音乐的话 他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音乐人啊 然后他的创作灵感 跟他的创作元素 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欣赏的 所以我不知道 对于他 高尔轩 我还是蛮期待他之后 在乐坛的发展 然后 很希望他不会被这样子的新闻 你知道有时候人 小的时候 可能会做一些比较过分的事情 可是你往后看 他最近 就是让大家得知的消息 已经是 因为你知道当事人都觉得还好了 我不知道 网友们还在纠结什么啦 对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所以 我不知道这样讲会不会又得罪很多人 虽然 好啦 立场不一样 我也是尊重大家 如果你还是很讨厌他的话 那就讨厌他 但是我自己是对他没有太大的想法 让 那我是很喜欢他的音乐 这张专辑我是很喜欢听的 那 他呼声就是这么高啊 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去忽视这件事情 所以 高尔轩第三位 入围这一次最佳新人奖的歌手 好 那第四组歌手 来到的是 当初用李明布告栏 一人指一个字 就取好名字的 告武人 那这个团体呢 三位的团员分别是 男主唱兼木吉他手 云安 潘云安 然后女主唱人 犬青 以及鼓手 哲谦 那告武人这个团体呢 他们是成立于2017年的4月啦 然后在当年的10月呢 发行了首张EP 迷雾之子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专辑名称 叫做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是一张全面性在描述爱的一张专辑 那搜集了他们三位团员 以及身边所有好朋友 真实的爱情故事的一张专辑 就是他们把它 爱情故事改编 然后集结成册 来产生这一张专辑 叫做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这10首歌曲呢 来自10种不一样的面向 来探讨爱 也来分享爱 那这张专辑呢 我很推荐的歌曲就是 批心带乐的想你 跟果然你还是 果然你还是真的很好听 这怎么会这么好听啊 所以我很推荐这两首歌啦 那批心带乐的想你呢 甚至还做了重新的改编 改编 甚至做了重新的改编呢 成为了电视剧用酒 Gamma Dam的插曲 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我觉得 告人的 整个乐团的音乐曲风啊 你没有办法用一个特定的音乐风格来定义他们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是 什么都唱 然后非常非常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最大的记忆点来自于就是 我觉得是那个编曲的风格吧 就是即使是什么样子的曲风给他们唱 你都还是听得出来这就是告人做出来的音乐 告人的作品 他很像在说故事 是说故事吗 我想一下 他比较 我知道 他比较像是那种 电台会播出来的音乐 他就是有一种很复古的感觉 但是他又不是复古 就是 他的音乐很像 深夜的电台 或者是 你在睡觉前 我自己会觉得那是一种睡觉前 这一个主持人 想要分享自己心情的时候 或是分享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他就会拿告人的音乐 来描述他自己的那种的曲风 好 我觉得我描述的非常的莫名其妙 但是 我希望大家听得懂 我自己感觉告人的音乐就是 会是从电台播出来的那种感觉 不知道 我觉得他是这样子的感觉 是他们整个乐团所散发出来的特色吧 就是会令人沉迷着迷的那一种 告武人的这一张传辑叫做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而且他们这一次还有因为那个红啊 入团了就是录影带 那是说什么 什么录影带奖 全名叫什么 哦对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因为红这首歌呢 还入团了最佳音乐录影带奖 真的是很值日可待的新人耶 真的很棒耶 然后他们同时还入团了最佳乐团奖 我觉得最佳乐团奖这一次 我觉得也是死亡组合 我看到灭火器在里面我也是 哦对啊对了最佳乐团奖 害我吓一跳 我以为是最佳新人乐团奖 好没事没事没事 我已经搞混了 我已经搞混了 所以第四组呢 就是来自告武人 这张传辑叫做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我非常推荐的歌曲就是 批心带跃的想你跟 果然你还是 那第五位歌手 来到的是莫宰羊 这张专辑呢叫做幻想曲 那年仅二十岁的怪物新人 饶蛇歌手莫宰羊呢 是来自花莲的新人啦这样子 那莫宰羊这个名字的由来 其实也是非常的可爱 就是说呢 他在大概十七八岁的时候 他很喜欢去那种饶蛇的battle比赛啊 然后因为他的本名姓羊 然后希望这些 饶蛇的前辈们呢 不要 不要屠杀他啦 不要杀他 就是莫宰他的意思 那把他的姓氏放在 莫宰的后面就是莫宰羊 不要杀他的意思 那同时莫宰羊呢 如果你直接用台语来直音的话呢 就是说 不知道的意思 也是莫宰羊他自己希望呢 他能够对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保持一个 不知道 然后未知的一个态度 让他能够对这个世界尽情的去探索 尽情的去挖掘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 那这张专辑幻想曲呢 主要也是在致敬他 小时候看过的一部迪士尼 经典动画电影 就叫做幻想曲 那他把自己幻想成 里面的那个米奇巫师 就是挥舞双手呢 就能够控制音符的流动这样子 可以随意自如地运用自己的音符 来阐述自己想要讲的东西 那专辑的歌曲呢 他整个专辑的歌曲 灵感都围绕在他 他自己发生过的故事 或是他周遭的故事 然后把他变成自己的歌词啊 变成自己的曲啊 然后来写成这一张专辑的所有歌曲 我觉得莫宰阳的歌是 非常非常洗脑的 洗脑到不行 就是我现在整个脑海里面的旋律 都是那个赞亚的旋律 大家有听到那个机车的声音吗 好啦 我们家附近的人就是这样子 有非常多 就是改造机车排气管的 的人们会一直经过我家 前面的那个道路这样 好 刚刚讲到哪儿 莫宰阳 莫宰阳的 莫宰阳歌曲的旋律 是非常非常洗脑的 然后因为我这几天 应该说这对啊 这几天从机车讲开始到现在 我就是一直在听他们的音乐啊 然后我发现我现在 整个脑海里面都是赞亚的旋律 就是某天我领了人生的道理 尽管查几遍歌是看着去 真的是很好听耶 真的是很好听 所以我这一次会想要推荐的歌曲就是 赞亚跟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做抢拍 莫宰阳的歌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听 因为她的饶舌跟一般的饶舌又不太一样 她的饶舌更多元 然后她一定会塞 如果你是很喜欢饶舌里面塞 很流行旋律的人的话 你一定会喜欢莫宰阳的歌 因为她每一个饶舌的作品一定会塞旋律 她自己也有表示啦 就是说现在这样子饶舌兼流行的融合 是真的算是大众最能接受饶舌的一个趋势 那大家在就整个饶舌界在很久之前 很几年前就有一直在知道这样子的趋势走向 会长这个样子 那又来越多人也开始习惯了 或者是接受这样子的 被大家所接受的饶舌音乐风格 因为比较多的华语歌手 我这个已经讲过很 就是我已经在前几集已经讲过很多遍 就是比较前期的饶舌呢 就是台湾啦 应该说华语乐坛里面的饶舌 真的都是rap 纯rap这样子 就是要是很凶的 很硬汉的这种饶舌风格 好像是前几年前的主流 但是因为现在饶舌融合R&B 跟融合流行音乐 越来越多人听 越来越多人喜欢之后 也必须得要让饶舌歌手换一个方式 或者是算是接受这样子的趋势 当然如果饶舌歌手想要维持 他们想要展现的音乐曲风 就是纯饶舌的话 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还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曲风 就是应该说整个音乐风格 没有一个风格是能够被取代掉 或是没有一个音乐风格是能够被放弃掉的 因为每一个音乐风格都有它独特 或是喜欢的地方所在 所以好 我好像讲太多了 反正我想要说的就是 莫宰阳的饶舌风格呢 是非常洗脑 然后很推荐大家可以去听的 我觉得有别于高尔轩啦 它就是又是另外一种饶舌的风格这样子 那第六位呢 要介绍到的歌手 来自杨世宏 杨世宏呢 是一位立志要当男班娃娃的新人这样子 这一张专辑呢 叫做坏迷仔拍咪亚的意思 那杨世宏呢 是由陈建奇跟陈珊妮 两个人联手打造的 他们给他的绰号叫做 应该说title啦 叫做怪胎新人这样子 我觉得杨世宏的声音特色 它是拥有这种很挑逗 然后很性感的歌唱技巧 那这张专辑呢 除了很多首歌都是属于这样子 有骚到养触的声音特色之外呢 他更加入了 像是日本演歌的元素在其中 是一张奇幻感很重 很魔幻的一张专辑 那杨世宏呢 在成为创作歌手之前 他其实是一位呼吸治疗师 然后他那时候在台北医学大学 求学的过程中 也就是说他大学时期啦 非常的积极参与 像是校园的创作比赛啊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比赛 应该就是他参加了那个 淡江的金嫂奖 因为参加了这个比赛呢 他因此认识了金曲制作人陈建奇 应该说被陈建奇给发掘 才正式开启了他身为一名 创作歌手的旅程 正式进入到这个华语乐坛来 那杨世宏其实也在受访中表示说 他很希望这一次呢 能成为金曲红坛第一美 我觉得算是预告他可能会以女装的方式来出席金曲奖 我们真的拭目以待好不好 然后呢 这张专辑呢 主要是想说 就是拍蜜亚这张专辑呢 主要是在阐述出我们都太习惯的把自己放在 就是正义啊 或是道德的一个极端值 然后喜欢掐着别人的脖子啊 大声说 你就是那个拍蜜亚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张专辑想要探讨的地方就是说 道德的绝对主义啦 杨世宏将人生中所有的社会啊 自我的挣扎啊 像是说什么 自己对其他人的情绪勒索 或者是自己的伪善的行为啊 或者我们平常会抱怨 会自怨自艺 然后把这些东西呢 幻化成词曲 然后来整个融入整张专辑的概念当中 做成他这整张专辑想要阐述的一个想法啦 这样子 我其实也是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把整张专辑听完整 我不是 我没有办法能够说一首一首跟大家讲说 这张专辑或是这这几首歌 他的样子 或是杨世宏想要传达的东西是什么 只是说如果你们有机会的话 因为这七位入围的新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杨世宏这张专辑呢 我很推荐的歌曲就是叫做 《梅根爱的讨债集团》 《爱的讨债集团》呢 也就是说我刚刚前面讲的 他融入了日本演歌的元素在其中这样子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新人 叫做杨世宏这张专辑叫做 《牌米亚》 这个烟火实在是 一直放一直放 好啦没关系 我能感受到他们雀跃的心情 最后一位歌手要介绍到的是 来自天后张惠妹 《简道宝》的宝藏男孩 这位歌手叫做池修 那这张专辑呢 叫做《房间里的大象》 其实呢 我也是因为金曲讲的这家新人讲 才认识池修这一位歌手 那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池修的时候 就是看到他的样子的时候 我想说哇 终于就是 又 就是这次新人讲 除了告武人里面的犬亲 还有绝缘爸爸之外 又有一位女歌手一起入围 这一次新人讲的行列 结果殊不知 池修是一位真杠的男子汉 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 池修的长相是非常非常秀气 然后他还留了一头 看起来非常柔顺的长发 所以他 你一开始看到他 真的会觉得他应该就是一位女孩啦 那没有 他是一个男神这样子 那池修呢 他其实是一开始在Street Voice上面 发布了一首新歌 应该说第一首歌啦 叫做《I'm gonna get a new one》 然后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呢 就登上了Street Voice上面 那个热门榜的冠军 就被大家给发掘 是一个非常具有潜力 然后很厉害的一位新人歌手 那也 后来也被张慧妹给签下来了啦 那池修他其实是一个学霸 他当初在 升大学的那个 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 他选择了放弃台大医科的机会 跑来做音乐 真的值得鼓励 给他拍手 太棒 真的太棒了 就是你知道 乐坛就是要需要各式各样的音乐曲风 那多了持修这一位新人之后呢 整个乐团的曲风又更 更丰富了一点呢 我觉得 那房间里的大象这一张专辑呢 主要是来自一个英文 就是来自英文的一个俗语啦 叫做Elephant in the room 那他主要是要来比喻说 某一件虽然很明显 但是却被大家集体的视而不见 或是被大家不拿来讨论的事情 或是风险 那你也可以说是 他是一种不敢反抗 或是不敢争辩 某些明显的问题 或是集体迷思的事情这样子 那持修其实对他这一张专辑 房间里的大象下了一个注解 就是说人生的90%都是痛苦的 但痛苦会提醒着我们活着的感觉 我觉得是一张非常棒的专辑 然后持修的声音真的是 你听到持修的声音 一开始如果你真的不看人的话 你也会觉得他 就是你会在某几个音色里面 会觉得他是女生吗 他是男生吗 这种感觉 就是有一种雌雄莫辩的感觉 因为他的声音真的是很轻柔 很温暖 我觉得难怪张惠妹会说他捡到宝 因为他就是一块宝 你知道吗 那这张专辑呢 房间里的大象 我很推荐的两首歌曲是 血肉跟根本不是我对手 最后一位歌手 终于介绍完我这一次 金曲奖想要介绍说 就是五个我想要介绍到的奖项 这一次呢 最后一位歌手是来自持修 这张专辑叫做房间里的大象 那很恭喜啦 这七位入围 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你知道吗 所有七组 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金曲奖的新人奖 是不是已经列了一个规定说 你一定要会创作呢 怎么会这样呢 还是刚好这一次 就是报名新人奖的人 全部都是会自己创作的人 我不知道怎么会这么厉害 已经是只能会创作 才能入围的这种感觉了啦 那我再帮大家理一下 统整一下这七组 非常优秀的新人 第一位呢 来自9M88 这张专辑叫做平庸之上 第二位呢是Jet 这张专辑叫做Nemo 那第三位歌手呢 是高尔萱 这张专辑叫做Ozen Rap 那第四位歌手呢 是告武人 这张专辑叫做 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 第五位歌手呢 是莫仔杨 这张专辑叫做幻祥曲 那第六位呢 是杨世宏 这张专辑叫做幻迷仔 拍咪呀 最后一位歌手呢 是池修 张惠妹捡到宝的宝藏男孩 这张专辑叫做房间里的大象 好嘞 最后呢 私心的来了好不好 私心我刚已经讲过了 我私心想要 让Jet拿下这一次的最佳新人奖 你知道为什么我很希望他拿吗 因为Jet的同时有入围 那个最佳演唱组合 那最佳演唱组合呢 除了Jet的以外 还有Chick and Chicks 还有慢慢说 还有糖猫 还有守夜人 那如果有听我第一集podcast的人 就会知道 我是糖猫的铁粉 所以糖猫已经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 也就代表糖猫要拿下最佳演唱组合 也就代表Jet没有办法拿下演唱组合 那也就是说Jet可以拿最佳新人奖 好 没事 就这样子 一个疯子 这边发疯 我真的觉得 很希望Jet可以拿下这一次的 因为他的 我觉得他是整个 就是 oh what the fuck 好 是我的那个 音乐就是录音界面 整个掉在地上了 我整个太激动了扯到了我的麦克风 扯到了我的耳机 好 他现在发生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在录哦 如果有的话那真的是太好 有有有有有有 可是我的耳机现在听起来很 很空灵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他好像有一点受损 好没关系 反正有再录就好 对 就是我觉得Jet呢 是这七组歌手里面 整张专辑的概念性最好 然后曲风最合我口味的一组人马 所以 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拿下这一次的 最佳新人奖 那如果站在评审的角度呢 我可能会觉得是 莫宰阳耶 因为七组新人听下来啊 我觉得莫宰阳的音乐 跟他的声音特色是辨识度最高的 然后音乐性是最多元的 就是说他虽然以饶舌为主 但是他把饶舌跟流行音乐融合的 太好 就是太融洽 我甚至觉得 好 高尔萱的粉丝非常的多 但是 我 这边真的是 因为你没办法嘛 你奖项就是只能一个人拿 所以 容我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比较 好不好 就是说 我觉得他的饶舌 甚至比高尔萱的 还要来得更 丰富跟多元一点 所以说如果他们两个人可以合作的话 真的一定会超屌 非常乐意看到 他们两个之后合作出来的作品 好不好 所以如果啦 我自己是评审的话 我可能会给莫宰阳 因为他算是这七组歌手里面 我觉得是最让我记得的一位歌手 不管是整个音乐的风格 或是他的演唱技巧 演唱曲风 都是我觉得 在七位歌手里面 算是比较突出 突出一点的这种感觉 所以 没办法咯 我自己实心是给Jed 那 评审方面 我可能猜测是莫宰阳 这样子 虽然呼声最高的是 九云八八跟高尔萱啦 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人 好啦 我不要再多说 我等一下得出很多 你看 大家有听到吗 我已经 现在很晚了 怎么会这样子 对 好 没错 就是这样子 好吧 诗心觉是Jed 那猜测可能会是莫宰阳 那这就是这一次 金曲奖 因为星期六金曲奖就要开始了 我已经把它全部 就是我想要介绍到的奖项 都介绍好了 这一次的介绍呢 是最佳新人奖 那你们可以回去听 像是有年度歌曲啊 最佳男演唱 或是最佳女演唱人 还有年度国语专辑奖 总共有五个奖项 是我很想分享的 那 谢谢大家收听啦 我们下次再见咯 最后想要说一下 就是我的那个 音档 我现在有放在那个 我的YouTube的频道上面 叫做Kennigy ST 那Kennigy呢 拼就是那个我的封面 K-E-N-I-C-K-I-E 那ST就是大写的ST这样子 然后里面有之前我做的一些 就是 就是 Kennigy呢 感谢观看